當然回到在今天台股的部分 在今天是開低走低 在盤中還一度重挫了將近300點 不過在最後跌幅是有收斂以下跌 91點做收 要請教永年哥 現在感覺上空方的因素也還滿多的 包括中東的局勢的緊張 還有入股的資金這麼熱 會不會排擠到台股 變成說台股反而有機會往下走跌 OK 其實現在 今天我們台灣股市是會收黑 那真的是被兩面夾殺 是 中國大陸股跟美國股市 兩面夾殺 一個昨天晚上走得不好 已經壓抑了台灣的股市 然後今天的入股走勢 又不如預期 所以整個殺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台灣的股市 真的有一點辛苦 面對兩大對手 所以走勢真的相當辛苦 不過今天的我們台灣股市 我必須要講 其實守得非常好 守得非常好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 今天韓中算一度大跌 可是它是會留了兩百多點 一百九十幾點的下影線 留了很長的下影線 然後守住了所有的移動線 就代表它的支撐力道還滿強的 對 沒有錯 而且成績量縮小 所以變成一個 架穩量縮的一個走勢 那架穩量縮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能維持一個架穩量縮 表示怎麼樣 表示除了台積電的功勞 鞠躬絕尾之外 表示我們台灣的這個多頭 力量還是相當強大的 信心還是夠的 那麼現在 我們現在有幾個外在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他們這個美國股市 區間震盪的可能性會比較大一點 有一些的消息面出來的話 可能就影響他們的股市 這個跟技術面 可能就比較沒有關係了 所以這個就比較難預測了 另外以色列跟伊朗 如果他們陷入一個暴富漩渦的話 那就麻煩了 那麻煩 因為這個油價就會到時候就飆漲 油價昨天就已經大漲了 對 對不對 油價在飆漲的話 那對於這個美國的 這個臨轉會來講 會是個很頭痛的問題 因為它會這個 通膨再起 不過九月份應該 九月份的這個CPI應該還好 因為去年九月的時候 油價是大漲的 是漲到最高點的時候 所以今年的這個九月份 它去年基期比較高 對 九月份的這個CPI 就是消費者股價指數 應該可以降低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說 像是禮拜四 禮拜五的 這個美國股市 應該會表現還不錯 現在我們面臨的壓力 是在這個22806 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是個壓力 如果能夠填補 完全填補 這個跳空缺口的話 大部分就有機會來挑戰 這一波的高點 23079 甚至於再來挑戰 23450這個跳空缺口 這都是有機會的 那最大的機會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台積電 台積電真的很強 一直守在千元以上 最後還收最高 1010 沒有錯 而且重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重點在這邊 它在這裡 本來在990塊 到998塊之間 出現一個雙重的 跳空缺口 這就是所謂的 島型反轉 那島型反轉 它在昨天 就是最後一天 要來填補這個缺口 如果沒有辦法填補缺口的話 它就要展開一個 波段的下跌的走勢 結果你看昨天不得了 它出現奇蹟 你知道嗎 大漲一下 然後把這個缺口全部填補了 全部填補以後 今天它本來就應該要進行 一個拉回的走勢 可是它竟然能夠開低走高 還收紅 是 還收最高 對 還說它強不強 強到一個不行 那麼為什麼會這麼強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因為它快的話 明天下午就應該會公佈 它9月份的營收了 最慢的話 在禮拜五的時候 也應該會公佈 不管怎麼估計 法人的估計 它9月份營收大概是2400億 年增率還有高達33% 然後如果這是2400億的話 那它第三季的營收年增率 又可以高達36.7%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認為說 台積電在接下來的 這兩個交易日 它有機會繼續往上走 如果它能夠繼續往上走的話 那我們加權指數就不用擔心了 對不對 但是三大全值股 好像只有台積電表現比較強 為什麼鴻海跟聯發科 都去守黑 對 鴻海的 那這個聯發科 它因為跟陸股的聯動性 比較強一點 所以它今天稍微弱勢一些 可是我必須要講的話 李華克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做資料 我們稍微跟大家解讀一下 李華克它的今天走勢雖然弱 可是它並沒有破線 它還是守在一個多頭的格局裡面 那另外鴻海來講的話 其實鴻海今天雖然它的走勢 比較弱一點 可是你注意看 它今天成交量立刻縮小掉了 立刻縮小掉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價穩量縮一個走勢 那今天因為科技日 科技日登場 那我們就看明天了 我們看明天它有沒有機會拉起來 從技術量看起來的話 它其實今天拉回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還是守住了所有的移動均線 所以它也還是在一個多頭的格局裡面 那我們認為它明天 只要成交量能夠出來的話 它應該還是有機會 跟台積電共同把指數推上去的 好 再請教永年哥 剛剛我們講到陸股的部分 雖然ETF的部分感覺上這個溢價太高了 但是中概股我們還是有機會 可以在它拉回的時候做一些佈局 搭上這一次他們刺激經濟的順風車 是 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大家看到的都是 中國大陸政府把這個錢灌到 把資金灌到股市裡面去 可是一個股市要持續能夠上漲 那其實還是要基本面來推升 就景氣行情要接在後面 那會不會有景氣行情呢 我覺得一定會有 為什麼一定會有呢 那如果說它後面沒有 在一個長期的規劃的話 它現在把這個資金不是都要水裡面去了 對不對 就不可能做出這種蠢事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經濟景氣 應該是有機會 我們不要說回春 至少恢復穩定 那沒有問題 那如果他們的經濟景氣 能夠恢復穩定的話 那我認為這些的中概股 那麼是其實有相當大的機會的 其實你可以看 我們這裡面有包括了 像是一些內需型的 還有一些就是所謂的工業的 那麼像是南橋 泰茂 泰茂等一下我們會詳細介紹 另外南子電 南天 反甲 真頂 胡連 系列 系列KY 這些的股票其實你可以注意看 他們今年的營收 累計營收 幾乎都是紅的 所以我要去挑 以內需為主的中概股 對 沒有錯 內需型的中概股 它當然可以值得注意 因為他們現在消費 消費水準也慢慢拉起來了 另外就是外銷型的 產業型的中概股 我們也可以值得注意 尤其是跟車市有關係的 現在大家注意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了 連德國都被修理得一哈糊塗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好 我們先看一下內需型的 泰茂這檔股票 可能很少人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看這個22就知道他是做汽車零組件 可是他現在已經不太誤正業 所謂的不誤正業就是說 因為他轉投資一家叫做 北海杜宇松豪電子商務 他是做什麼的 他代理中國的白酒 什麼是白酒呢 茅台嗎 茅台啦 五糧葉啦 這個建南春啦 芬酒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這些酒 而且這樣他們已經說比重很高 75% 而且怎麼樣呢 大家注意看 他上半年的EPS3.76元 已經賺贏去年全年的2% 賺贏去年一整年了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檔股票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湖連 6279的湖連 湖連做這個連接線的 連接線的 OK 然後它是主要是屬於這個汽車的 汽車的連接線部分 那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 已經佔它的營收是佔了70% 所以它標準的中概股 它9月份的營收年增率 你看它年增率還17.9% 然後今年累計也有18.9% 那重點在這裡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中國汽車 接單比重的佔營收90%左右 而且持續提高 剛剛我講的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的電動車 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了 現在連歐盟 現在德國 德國的經濟景氣之所以會衰退 是因為他們汽車 其實受到中國大陸的衝擊很大 所以他們現在歐盟要提高 中國電動車的關稅 對 百分之46 所以你就知道它會不會厲害了 所以不管在技術面上 在它的基本面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湖連這張股票 還是可以持續觀察注意 這張股票 怎麼會有才有所想的